刘欢1963年出生,现任外经济贸易大学音乐教授,刘欢是实力派的歌手,如今也很少出现在人们的视线当中了,但是刘欢的歌和声网一直深深地印在人们的心中。 近日,54岁的刘欢带着26岁的女儿现身某活动,刘欢身穿一身黑色衣服,而女儿也穿了一身黑色的裙子,与刘欢的衣服相配。 1988年,湖南电视台准备筹办元档晚会,鲁露是晚会主持人又是副导演,于是便派她负责上北京请刘欢。 据刘欢回忆,她第一眼见到鲁露就喜欢上了她,元档晚会后,刘欢就突然向鲁露求婚,当时鲁露认识她仅仅九天,鲁露认为男人一定要聪明,一定要才华狠义,长相无所谓。 1988年6月8日,两人结婚,刘欢还曾为妻子,创作歌曲《鲁露》。 鲁露于1992年9月22日晚,在北京自然分野,顺利诞下一名女婴,女儿的名字叫刘依思,为刘欢所取。 不过,近日出席的女儿与刘欢一点也不像,也印证了妻子的一句话,男人一定要有才华,要聪明,长相无所谓,这也是间接否定了刘欢的颜值啊。 网友调侃,还好女儿长相不随低啊,女儿长相端正,笑容甜蜜,身材也不错,不过,祝你们家一家幸福。 网友调侃,已变成遥远的回忆,情深苦苦,已渡过半生,今夜重游走进风雨。 网友调侃,已变成遥远的回忆,结果,已渗过半生。 只为那些期待人